我们Otelab斥资6位数 为期5天的第4级AEB大横评终于结束了 在这里也再次感谢普利斯通赞助的专业封闭测试场地 内容开始之前 小小自我夸奖一下我们的选品 这一次测试车型分别有5款 极客001 小鹏G6 腾身7 阿维塔11 以及宝骏云朵灵溪版 借为热门车型 希望能为更多的车主或意向用户提供参考价值 同时在此声明 测试目的仅为分享各款车型的AEB能力边界 拒绝车型整体拉踩 那本期视频为大家揭晓阿维塔11的最终成绩 测试流程如下 我们根据障碍物的差异将测试项目分为6个类别 每个类别又通过将障碍物道具互相组合或变换角度 分为若干测试场景 每场测试中 我们会驾驶测试车以不同时速应对障碍场景 为了保证测试结果的参考性 每个速度测两次 成功则提速进行下一轮 失败则加测 失败率高于60% 则终止测试 类别一 禁止车及卡车 难度系数为6个类别中的入门级项目 障碍物目标常见且体积大 测试过程中皆保持禁止状态 我们使用道具小车 道具卡车 道具甲人以及一辆实车 对阿维塔11分别进行了 禁止正车头 横置侧车身 侧翻车 前车切出欲禁止正车尾 夜间逆光欲禁止正车尾 禁止卡车正车尾 夜间禁止卡车正车尾的挑战 最终成绩如下 大家可以截图实用 能发现 禁止障碍物对阿维塔11来说 算得上小菜一碟 小车无论是倒着放 歪着放 还是模拟事故车 直接倒地上 阿维塔11均可在95的时速下 杀停避障 这就是阿维塔11的极限了吗 嗯 就目前来看 是的 禁止正车头和侧翻车项目中 测试了105的时速 表现为发生碰撞 该列别中有一项测试难度较高 它就是前车切出欲禁止正车尾 测试车跟随前车正常行驶 前车突然变道 禁止车出现 这留给测试车的时间与距离很紧 最终阿维塔11的成绩只不于65时速 75时速则发生碰撞 大家日常行驶 还是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 类别二 其他障碍物 机动车作为障碍物最为常见 那如果是体积小或异形的禁止障碍物呢 我们分别做了禁止水码 纸箱 白色泡沫箱 编织带 锥筒 最终成绩如下 大家可以截图使用 面对编织带这样的障碍物 阿维塔11能做到55时速稳定杀停 65时速下虽然挑战失败 但有一次做到了触发AEB 仅发生轻微碰撞 另外阿维塔11面向水码和锥筒 分别能稳定在85以及75时速下沙停的成绩 能看出阿维塔工程师 确实对施工道路场景下了不少功夫 这样的应对能力在生活中 也可以为安全出行起到实际的作用 类别三 儿童假人 接下来难度升级 谁不怕乱窜的熊孩子呢 我们通过专业牵引设备 将儿童假人以5或6的时速 匀速地移动起来 并进行了以下项目 儿童横穿 儿童鬼探头 夜间逆光 儿童鬼探头 以上项目碰撞点皆为50% 最终成绩如下 大家可以截图使用 另外我们还特意增加了 野生动物横穿测试 由于同有障碍物体积小的特质 我们与儿童假人测试 放在一起和大家分享结果 我们准备了一只成年中华田园犬大小的玩偶 使用嵌影箱 将这只狗狗保持匀速前行 最终阿维塔11以3545时速顺利通过 55时速下两次未触发AEB 一次触发AEB但发生严重碰撞 那建议大家在有流浪动物出没的情况下 要谨慎行驶 同时爱宠人物也要牵好神哦 类别四 成人假人 我们用成人假人做了车后行人 以及另外两项挑战度极高的测试 分别是25%碰撞点的成人鬼探头 和25%碰撞点的成人打伞横穿 最终成绩如下大家可以截图使用 25%的碰撞点 也就是成人假人如果和车辆发生碰撞 碰撞的位置大概在车侧大灯处 意味着成人假人窜出的时间点更晚 出现在测试车前方时的距离更近 同时鬼探头项目 意味着成人假人的初始移动轨迹 还会被遮挡 在测试车盲区范围内 留给测试车去判断障碍物轨迹的时间就更短了 阿维塔11最终止步于55时速 65时速则无法触发AEB 类别5 非机动车 我们给成人假人配上自行车 进行了骑行假人横穿的测试项目 加上自行车以后 不仅时速提升至15 且障碍物元素增加 识别难度增高 最终阿维塔11在65时速下可通过 75时速下一次成功 两次失败 类别6 误出发 防止误出发是AEB的必备功课 否则这会影响行车效率甚至带来危险 但做到防止误出发 这需要更加灵活的算法逻辑 我们对阿维塔11进行了车辆转弯 与弯道外侧行人 和直行前方行人横穿中指两项测试 我们认为有预警无出发是最好的表现 其次是紧无出发 对于这个评判标准 直播时也有网友表达了不认可 他认为两侧有人情况太多 这就出发岂不是影响行车体验 那我们的态度是 常见不代表无危险 大家在日常行驶中 如若车侧有人肯定也是小心行驶 那么车辆进行自主甄别 潜在障碍物无可厚非 可使用S2界面标红等方式 进行提醒与优化体验 如若有朋友更赞同无预警无出发 可自行根据我们的测试结果进行参考 我们会将预警和出发情况着实分享 成绩如下 以上是Otolab第四级AEB大横屏中 阿维塔11的成绩 下一期我们将带来小鹏激乐的成绩 持续关注我们 拜拜